美国航母遭遇三大困境 事实证明 十年之内美军将面临困境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中成talk 据美国多家防务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 作为美国霸权机时的美国海军航母 目前正面临了三大困境 首当其冲的就是现役航母的维护问题 建造和维护航母 那都是需要特定的干船屋的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这样船屋的国家 然而由于缺乏设备以及专业技术人员 即使有船屋 也很难同时满足核动力航母的维护和建造任务 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美国造船业的衰落 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 美国推动去工业化之后 让美国船厂失去了不少关键产业的支撑 大量供应商的零部件延迟交付 有的甚至根本无法交付 这直接导致了有部分美国核动力航母 无法在轮休期间获得更加全面健康的维护保养 面对这样的窘境 美国在想办法扶植日韩造船厂 也给它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我们中国的造船企业使绊子 只可惜阻止我们中国的发展并不能推动美国的进步 很显然美国它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事实上美国航母排一排期 还是能等到空船位来进行更加细致的维护保养的 奈何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前后爆发了 让美国不得不透支那些航母的轮转服役时间 而这个行为直接导致美国海军第二个困境的发生 那就是多艘美国核动力航母已经逼近了极限 到达了不得不退役的程度 据美国海军的消息报道 美军尼米兹级首舰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 推迟退役一年 预计2026年才能退役 而此时此刻正在中东执行任务的 艾森豪卫号核动力航母 很有可能会推迟两年到2029年才能退役 常言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这些老旧航母退役也就退役了 只要有新的航母补充 问题也不会很大 这个道理确实不错 只可惜美国可能在五年之内 都不会有任何新航母服役了 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三号舰企业号 预计将推迟整整18个月 直到2029年的9月才能交付 而且大家要注意 交付不等于服役 下水后还要经过至少数年的各项测试 才能够服役 而服役之后也不是立刻就能形成战斗力的 所以满打满算企业号也要等到2030年之后 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战斗力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啊 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本身应用了大量不成熟的技术 尤其是它的交流电电磁弹射技术 出现了不少问题 而福特级的二号舰肯尼迪号 在经过近四年的测试后 至今都没有海事的迹象 很多人都推测啊 它的命运会和英国的威尔士青王号航母一样 沦为福特号舰的背舰库了 这个致命的问题不解决 美国它再造多少艘航母那都是个摆设 所以根据美国方面的报道啊 美军很可能会改变它的电磁弹射技术路线 走咱们中国的直流电电磁弹射技术 不过呢 即使美国知道自己的技术出了问题 现在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十年时间 美国航母的数量将会大幅缩水 而再看咱们中国呢 因为马伟明院士选择的正确技术路线 让我们中国在电磁弹射方面 基本没有问题了 而随着福建舰的服役 航母建造技术也基本完善 咱们缺的又只是数量和核动力了 这十年对咱们来说 是一个追赶的大好机会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